我是今天的一日坑主 開放資料新手村的坑主 這是我們剛剛在過程中 我有盡量拍了一些照片 在我還沒有開始轉頭影片之前 如果想要拿科學掃可以看一下 反正等一下之後應該也會把他 留到GD影片的Hackpad上面 那我是新參加者 所以我自己覺得不可思議 竟然可以馬上就站起來當坑主 而且也可以分享 感謝大家的成坑 應該有人看到掃完了 沒有掃完沒關係 最後面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掃 遊戲的原名Code for Japan 南投 然後Design是日本的松本八字仙真 挖坑是子虞 講了頭影片就跑了 然後坑主是我 鴻羽本人 對 就是我 所以 接到這個坑我想了幾個目標 第一個 因為我想玩遊戲 可是沒有人會玩沒有人會教 我一定要先自己想來玩一次 當個邊緣人 第二步目標 想辦法叫一大堆人一起來玩 最後 只要想辦法讓人家一起想玩 那規則什麼 再說啦 就是今天的三個目標 這時候問題來了 沒有坑主 沒有人玩過 我連子虞在哪裡都找不到 我只知道他去了比台灣的 超慘 算了 反正桌上看到有牌嘛 先玩玩看再說 怎麼玩呢 沒有人會玩 苦工還是等一下 讀規則 讀完得修正 試完 然後再修正他的平衡度 要修正什麼規則呢 我們目標是什麼 要讓很多人玩 所以 教學時間越短越好 玩家人數越多越好 這樣我才能容納 如果一下子忽然爆棚 30個人跟我說要玩 不會有辦法撐得住 所以我們 在遊玩前 我有稍微調整一下規則 調整哪些規則 不重要啦 反正我只有五分鐘可以講 到時候回去自己 回去再看就好 怎麼樣快速的找到玩家 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也是怎麼樣快速的找到 可以入坑的人 規則還沒有看完 沒有關係 排先發下去 不知道為什麼 排下去 就會有人自己拿排起來 欸這個怎麼玩啊 好像沒問題 開始玩吧 這是很歡樂的過程 那 中間 前面那也不重要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經過一整天下來的時候 玩家獲得了什麼心得 遊戲開局 哎呀開放資料都好貴喔 怎麼都是那個 天下 對不起 遊戲尾聲 我錢太多了 也沒有資料可以買 怎麼辦 錢沒有用啊 遊戲結束不會算分 中盤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手上支援好手 我沒有工程師 我沒有政府的協助 然後我不想做 我想做別的東西 就是玩家的精神 對應現實情況 有沒有發現 新創公司 一開始都是沒錢 壯大後 錢超多 可能兩三百 甚至上千萬 然後關鍵技術達不到 或是找不到人做事情 沒有行動力 甚至外部的不配合 導致專案做不完 等等的情況 這都是 現實的新創公司 完全一模一樣的事情 雖然說 一直有人跟我說 能不能改規則啊 資源多快點 我都說先不要 完全的反應是現實情況 然後 有目標很好 但是要取捨 這個其實是我 都玩完以後 回頭去翻 遊戲設計者設計的理念 我注意到 他說 他有把一些失敗的專案丟進去 所以 反過來說 有一些專案你可能會吃掉 你一堆資源 但其實暴走很低 這是我玩完 我看他們玩完 我再回頭看才發現的坑 所以我現在還不知道 到底怎麼玩成的最順 但我可以跟你們講 裡面應該是有地雷的 那還會發現什麼 交涉很重要 因為你的時間是有限的 我們在有限的時間 要想辦法跟其他玩家換到資源 包括你在講話 我在講話 其他人在講話 你在思考手上有手牌 通通都在花時間 可能你只是慢了個一步 你想要的時間就被人家換走 都會被用掉了 甚至到遊戲的尾聲 我們還發現有人拿專案的計畫 他根本沒有要做 他說 我拿這個計畫書跟你換資源好不好 這種很有趣的情形 就是外包 但是平衡度的情況 其實只玩一天真的不太準 而且 還是應該多跑一點 我學校園來陪我一起玩 今天可能沒有時間了 希望後面有人能陪我玩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 但是今天來不及玩到怎麼辦呢 沒關係 推廣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印 在Google雲端印碟 有PDF的連結 大概有八個PDF檔 正反面印下去應該就可以了 好 其實我玩了六 我看太能玩 我自己一場都沒有玩到耶 沒有時間了 沒有時間了 好 牌不夠怎麼辦 今天另一個推開的重點就是要有卡牌過中包 各位 在G0V的專案裡面有 你可以自己做G0V專屬卡包 謝謝大家 欸那個我們第一次試印齁 然後就是如果之後有 大家有把專案再丟進去的話 我們會再改 然後會再跟原作者就是那邊溝通 然後我們就會增加 就是有G0V本土的這個專案 比方說議員投票指南 就會有你的卡片 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再印第二版 要做成有英文的卡牌 吃飯 下午 天爺